今天在整理这个石头的时候 发现了这两个石头 这两个石头我记得是桂林的一个石友 他送给我的 这两个石头看外表的话 感觉也很普通啊 只是它比较光滑 很像大家说的鹅卵石啊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感觉这个石头它还是有一点特别 首先它的幼稚发绿 就让我很好奇它里面到底怎么样 然后呢 我看它又感觉有点普通 我又不想切它 我就拿铁锤来敲了一下这一块 一锤下去 莫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的又太细了吧 我们先给它吸一点水看一下 这一块外表来看 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偏绿的啊 但是它里面就出现了灰色 从这个断口可以看出它是贝壳状 什么是贝壳状呢 因为有些网友经常听到小哥说贝壳状 但是他又搞不懂 刚好今天晚上家里面吃这个贝壳啊 所以找了一个来比较一下 贝壳状的意思 就是你敲开这个口啊 你看它很有这个顺序是不是啊 它这个顺序也很像一个贝壳的形状 看到没有 它也是这样子 一下子就过去了 很有序的 就叫贝壳状 如果一个石头它的肉质很粗糙 或者是很松散 你敲开的话 它是出现不了这个贝壳状的 这一块看着这个表皮很发绿啊 我估计它里面应该也是有点绿的 仔细看这个表皮 真的是很普通啊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打开看一下 因为石杖的经验很重要啊 我们这个石头呢 不切 切的话 你一刀切过去 它也是平平的 你看不出那个效果的 你也不知道它的肉细不细 所以说我还是决定上铁锤啊 敲开的话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里面的肉质是粗糙还是细腻啊 特别是对于新手啊 所以说一定要实战啊 我今天可是下卸本啊 我这个这么好的手把剑 都拿来敲烂了 哎呦 有点硬吧 你看这个声音 哎呀 一刹 两刹 三刹 四刹 五 六 六 七 八 不行啊 我要用大一点力气才行 哇 终于敲烂了 看小哥这么卖力的来挑这个石头 习俗不易啊 玩石头就是一个刺激啊 里面到底怎么样 我也没看到 来那位 刚才一个铁锤下去啊 抹石的一瞬间 哇塞 这里面的肉是有点发绿啊 然后这个小碎片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颗粒感 它这个晶体啊 都是引筋制的 所以它的肉剂是很细腻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敲口 是不是也是像这个贝壳状 但是这一块仔细看的话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小杂点啊 这个小黑点啊 有一点点 它不是很重 打灯有透光 但是透光不是很大 这一块也是 好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了 来吧 好